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就是这个叫艾德的男人培育的 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辣椒 目的就是为了让辣椒更辣 他被称为是辣椒界的绝命毒师 他最得意的品种是一种叫卡罗莱纳死神的辣椒 这种辣椒究竟有多辣呢 我国最著名的朝天椒大约在10万个辣度单位 而卡罗莱纳死神的辣度 达到了恐怖的160万个辣度单位 基本接近的仅用辣椒喷雾的水平 普通人根本受不了这种辣度 所以这个大哥认为 一般的辣椒比赛就是闹着玩 在他眼里就是吃辣椒比赛 所以他干脆自己组织了一个吃辣式竞赛 网络了全世界的吃辣高手 像什么一口气吃10个死神辣椒 还要跳伞的美国吃辣网红 来自澳大利亚的电信人辣椒女王 把辣椒当饭车的英国高中化学老师 这些人都是辣椒圈的大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品尝过卡罗莱纳死神的味道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全个的吃下辣椒就可以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的辣椒会更辣 不能吐出来不能喝牛奶 否则会被视为淘汰 这场比赛有多变态呢 第一轮比赛的辣椒 实用的就是比朝天椒还辣三倍 达到30万个辣度单位的苏格兰死神辣椒 之后就越来越辣 虽然这些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 但个个都被辣到面红耳赤 慢慢的就有人放弃了比赛 比赛进程到一半的时候 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登场了 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品尝这个辣椒 这位女选手说 吃下这个辣椒后胃部开始筋软 比生孩子还要疼 当所有人都认为 他们成功挑战了吉尼斯记录的最辣的辣椒 但其实还有更辣的 艾德还培育了好多种辣椒 这些辣椒比卡罗莱纳死神更辣 但还未经过吉尼斯世界记录 也就是说辣度是未知的 后面的比赛 吃辣高手们开始流鼻涕 开始产生幻觉 开始呕吐 但墙中自有墙中手 有位选手超强 比赛进行到这种程度 居然还面不改色 就像是没有痛觉 最后他成功挑战完了所有辣椒 赢得了1000美元的奖励 吃下这么多辣椒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辣实际上是一种痛觉 但很多人喜欢这种痛感 因为吃辣会使人快乐 不知道看完这条视频后 我国的吃辣大省 四川 重庆 湖南 贵州 江西 像卡罗莱纳死成这种辣椒 你们能挑战几个